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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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来啦 谁让你住这儿的 灵霜 用的还是你的卡 小剑好了 小剑好了 好 进去吧 可以接到 慢点啊 别摔了 谁让你帮我爸妈缺酒店的 还让他们发朋友圈 你什么意思啊 你知不知道 你爸住那个破酒店 都已经冻感冒了 你不是喜欢立人社吗 我今天就当帮你个忙 这边也交交果果 怎么才是孝敬长辈 我来 那个小剑 你个小剑 你闪着 你吓着吗 老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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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站住 楠霜安排的这个地方 简直是太舒服了 太好了 要我说呀 还是林霜懂事 实大体 对吧 跟那个什么娇 娇什么的 没法比 就是呀 林霜在的时候 我们家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 从来没有让我们 在亲朋好友面前丢过面子 哪像这个娇娇 那还不是多怪你呀 要不是你天天 给明明吹耳旁风 嫌弃人家林霜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明明会这么坚决 你什么时候反对过的 没有呀 我怎么没有反对 没有 我什么时候说过 哪年哪月啊 你给我说说看 你这个傻了 我什么傻了 你根本就没有说过 明明到今天谁的责任大 谁的责任 你怪我呢 老师啊 您在哪儿呢 我在哪儿呢 我今天在教室楼这儿呢 哦 林霜 我在这儿呢 哎呀 林霜 我今天在这儿呢 你还好吗 挺好的 您突然找我来什么事啊 我刚才公司 您是有个会来晚了 晚是晚了点 不过 不是最晚的 好 下面是自由提问时间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畅所欲言 好 这位同学 顾老师 请问你现在还是单身吗 我为什么知道 是 我是单身 顾老师 那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有没有喜欢啊 顾老师 说出来文靳一点 有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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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没赢 要没赢 别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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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人 我喜欢了他整整十五年 顾老师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让你喜欢十五年呢 我们都想知道 是不是 谁 谁啊 谢谢 是谁啊 谢谢 我喜欢的那个人啊 非常非常面ayer 聪明 才华横溢 目标明确 勇往直前 可惜呀 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怎么表达感情 处处跟他竞争 跟他作对 故意惹他生气 结果我喜欢的那个人呢 非但没有对我产生好感 反而更讨厌我了 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 如果 那个时候 我再勇敢一点 坦诚一点 那么我跟他之间 是不是就 不会错过这么多年了呢 出息了呀 学着让老师来给打掩护了 谁让你最近不回我微信的 最近忙着训练批三呢 确实是没什么时间 那就好 我以为上次我喝多了 说了什么话呢 这不是你的专属宝座吗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个时候 每天吃完晚饭 就会来这儿坐一会儿 要么背背单词 要么听听音乐 要么发发呆 在你不注意的时候 我一直关注着你 听说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知道现在也许不是最好的事情 我也知道 我自己的性格不讨人喜欢 可是我真的不想再错过了 给我一个机会吧 好 顾雪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但是我心里真的真的很乱 你太好了 特别特别好 所以呢 如果能倒退到十年前 我今天肯定特别开心 就答应你了 但是这十年 咱们俩都经历了太多 尤其是我 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 还有了小苹果 我最近感觉 我的生活好像刚刚开始有了一点点头绪 做决定 对我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 你可不可以 让我再想一想 好啊 我等你 好啊 妈今天出院了 后天就回老家 我给她买了 后天上午九点半的车票 姐 不管你来不来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来帮你 给 下来 是在为西米星算法的核心审核会 做准备吧 对 魏总让我收集的 友商和竞品的算法资料 我有一个朋友 正好也在做这个 你帮我看看呗 我去拿给你哦 给 我把话说在前头 我只能帮你把资料递上去 但你朋友的公司能不能入选评审会 要靠他们自己的实力了 这可是当然了 我晓得的 到时候请你吃饭啊 吃饭可是太便宜你了 那你收等一下啊 走吧 资料 那个你继续 我们整体内部的结构呢 通过门控的状态 来控制传输的状态 记住需要长时间记忆的 忘记那些不重要的信息 然后P3的训练结果 已经进尾声 预计今晚出结果 老大 嗯 继续 我说 P3的训练结果已经进尾声 预计今晚出来 好 方舟的技术评审会 将在下周举行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P3将会入选 这次的评审会呢 是P3和我们小盈 第一次公开亮相 咱们不仅要做到万无一事 还得做到一鸣惊人 对不起 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还没搞定灵霜呢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了 我敲啊 是你打电话太投入我 没听见 找我有什么事吗 H2说我的辞职报告 一直压在你这儿没回复 我只好亲自过来催了 不好意思 在这呢 我已经签好了 我还以为 你至少会装目作样地 挽留我一下 你真的想好了吗 你真的决定 要放弃工作去国外留学吗 好不容易申请到了 新一的学校和新一的导师 没有理由错过 更何况 我还以为 我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只不过以前不甘心 就这么走了 总以为有些事 有些人 自己争取一下 也许就能成真 放心 我已经对你死心了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过许也不过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 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 那就祝你 一路顺利 千诚四季 谢了 毕业之后想要会判施的话 随时告诉我 随时怀疑 如果你被鳞霜甩了 也记得告诉我 会第一时间回来见了 那倒是不会有那么一天 我知道大家最近都很辛苦 再坚持两周 好吗 好 好 那都忙去吧 散会 来 这边 这个顾许啊 我以为他这磨磨叽叽的个性 他要等到七老八十 才肯向你告白你 你早就知道了 那当然了 你不要告诉我 你没有感觉到顾雪 对你有意思的 我又不是没谈过恋爱 谁对我有好感 谁喜欢我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你说你啊 现在可算得上是 爱情事业两得一 我有什么好得意的 你不喜欢顾雪 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呀林霜 虽然我不了解顾雪 但是这么长时间 她对你的好 我可都是一直看在眼里的 作为旁观者 我都挺怠动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在犹豫什么 林霜 你该不会是觉得 你离了婚带个孩子 所以你觉得你配不上顾雪 没有 那你什么意思呀 我也说不上 你说得没错 我早就知道顾雪 对我的感情 超过了普通朋友 我就是假装不知道 我甚至还偷偷地希望 她永远都别把这份感情 给说破 因为她一旦向我表白的话 我就得决定 我是要接受她还是拒绝她 如果我要拒绝她的话 那她会不会就从我的世界 消失了 那如果我接受她 那我们俩这个感情 会不会有一天要走回和 魏明的老路 不知道 你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不是自私 就是害怕 你在魏明身上栽的跟头 受过的伤 远比你想象的重得多 可是礼商 顾雪跟魏明不一样 虽然我不能保证 你们两个能走多远 但是我能确定 你如果拒绝了顾雪 将来你会后悔的 你会后悔的 你好 你好 这儿有人吗 这儿没有 谢谢啊 妈 这儿有座 你坐 你坐 坐 我来江州那么多趟 我来江州那么多趟 每回都坐火车 啥时候才能坐上飞机呀 妈 现在高铁票比飞机票贵 再说了 我们老家又没有机场 一样要到成都转车的嘛 坐火车 方便 妈 水杯给我 我去给你打杯热水喝 该吃药了啊 等我一下啊 第三ot 想好了没 要不要去送你妈 说你的事 怎么守到我身上呢 我的事跟不一样 咱们俩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也劝你一句啊 别做上自己后悔的事了 江海跟我说了发车时间 你现在去还来得及 我去 老大 你先喝下去啊 走走走走走 干嘛呀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江州西眷 不去 你干什么呀 你是我什么人 我们才认识几天 我自己的事情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啊 我没有要替你做决定 我只是给你保留一个选择的机会 等你到了那儿 见不见你自己决定 你放手我不去 我说了我不去你放手 走了吗 走了 嗯 哪边 那边 那儿 妈 要不我们再等一下嘛 我看你也不是很着急的样子 我给你改成下一半好不好 改改改啊 你是要等哪个大领导大老板吗 不是的 姐知道你要走 她肯定会来的 我们再等一下吧 等啥等 不能等 哪个要见那个黑心肝的 她不是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吗 我才不自作多情呢 是 时间还没到 你现在进去还来得及 没事 我在这儿等着你 你出来给我打电话 坐我 不要 是 你 是 你 是 我 你 好 那边 妈妈 我喜欢吃好吃的 好呀 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小朋友 没事吧 你怎么回事 怎么看弟弟的 没事吧 我没有关系啊 妈 到了家之后 记得给我发消息啊 要是路上遇到什么事情 随时打电话联系我 知道吗 妈 注意身体啊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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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走了吗 走走走走 走吧 妈 注意安全啊 你会不会觉得我挺冷血的 你会不会觉得我挺冷血的 我只知道 未经他人苦 母亲他人善 己所不欲 无私意 总之呢 我认识的江西 就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还有啊 你说这世上那么多人 什么样的人都有 你怎么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呢 谢谢你啊 范丁 你既然要感谢的话 那你下回找门朋友 能不能优先考虑一下我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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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呀 你刚才说 这附近有家好吃的是吧 我饿了 是不是这边走了 你真挺冷血的呀 啊 快点啊 我真还喜欢我这人 你考虑考虑 考虑考虑一会儿吃什么 不是 真的 你看这大肠腿 这大肠肠 喂 林双 是我 喂 林双 我听着呢 你说 你还在公司吗 我来找你啊 我不在 我今天下班早 然后已经快到家了 那还真不巧 对了 明天我现行 你看你方不方便 让我搭个顺风车呀 明天吗 嗯 明 明天我好像加班 喂 那没事了 你早点休息吧 嗯 我们再联系 嗯 你也早点休息啊 嗯 晚安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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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马上就回去 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 同学们 来来来来 来来来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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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走进去 赶紧 赶紧 不好意思啊 临时有一个会开完呢 没事 没事 酒都给你满上了 那个老闺女啊 迟到四伐三倍 没说啊 四伐三倍 行行行行 我喝 我喝 好 第一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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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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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这以后再看见 咱们是不是得喊一声 温总啊 难过温总 各位同学们 我们从大学认到现在 谁还不了解谁啊 我冲你们摆什么架子呀 前几次啊 是真的有事 停停停 干了干了干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那你说说你结婚 为什么没交换我们呢 对啊 是啊 不够意思啊 我这儿又不是 头一次结婚 按照我的意思啊 我就不办这个婚礼了 主要是给丈人 和丈母娘一个交代 也是 是啊 来来来 咱们喝酒 来来来 你先让我吃个东西 行不行啊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吃吃吃来一起吃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卫明 我可是听说 你这个新丈人 是你们方舟集团的大股东 要照这么说的话 那你不是你们方舟集团的驸马爷啊 恭喜恭喜啊 恭喜驸马爷 恭喜驸马爷 这八糟的 你们都听谁说的 哎呀 让我都散开了 呦 您老公来电话了 不好意思啊 这个电话 哎呀 你看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吧 这屁股都还没坐热呢 看看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这驸马爷啊 他也不好当 看来 那这个八卦是真的呀 哎 你给大家伙说说 到底是什么八卦 什么八卦 我听说啊 那些 你先说什么 啊 啊 哎 说什么呀 没有没有 哎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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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听说什么 我们分享一下 哎 我们同学之间可都传遍了 说你这一次结婚 结完了以后 这可是得了七管炎啊 在家当牛做马的 是不是啊 我说的 叫了几回度不来 吃饭喝酒都没反应 这么回事 那个卫明啊 我怎么听说 你爸妈 被您老婆给赶出去了呢 你听谁说的 这都是谣言 不是 那我可能听错了 你老婆来电话呢 哎 卫明啊 接吧 是啊 我们又不会笑话您 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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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惹麻了木老虎 再不让你进家门 家里有保姆 没什么大不了事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呀 不是吧 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 妈 是为民又欺负你了 没有 当初劝你别嫁给他 你偏不听 现在吃苦头了吧 不过夫妻之间嘛 哪怕心里再不舒服 表面功夫总是要做做好的 就像他爸妈那件事情 其实要让他们走有的是办法 你干什么非要硬碰硬 自己先去做这个恶人 得罪他爸妈倒没什么问题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你们两个关系搞僵了 最后日子不好过的 不还是你自己妈 可是我做都做了 现在怎么办呀 男人嘛 都是吃软不吃硬的 等他回来以后 你多说点软话 就像我和你爸 不也是你哄哄我 我哄哄你 几十年不就这么过来了 我知道了 妈 拜拜 拜拜 早啊 干嘛 太劲爆了 怎么了你这是 魏总 今天早上一来公司 就把那帘子拉上了 衣服都没还 还是昨天那劲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昨天晚上没回家 这咱结婚多久啊 我也没能坚持了三五年 你能不能别这么大瓜呀 我有事情问你 嗯 若雪记住平衡会的名单 出来没有人 出来啦 有小音客气 好 好 江小姐 赏脸吃个饭呗 去哪儿啊 去老地方吧 可是我今天 有一个稿子要修改 明天就要交了 那正好边吃边做 我也可以帮你参谋参谋 正好她那儿呢 新出了秋季的限定酒单 优先带你尝一尝 好吧 接个电话 你接 喂 请问是江熙吗 嗯 是我 我是华星路派出所 江海是你地方 是啊 我们找不到她 让她赶紧来一趟派出所 对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太好了太好了 你好 我是江海的姐姐 你好 你好 你这次又惹什么麻烦了你 刚消停几天呀 你能不能好好的 啥 我以为你改过自新了 结果呢 江海我告诉你 真的太让人失望了你 不是 我 姐我啥都没干 你别说话你 你没干什么你在这儿干嘛 那个 江海姐姐 你误会她了 我们这次请江海过来呢 就是想当面通知她 通过她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我们已经抓到了 蜗牛租房的老板 并且成功地追回了所有的账款 之前我们公司发放过节礼 一人发了一桶食用油 我们公司薛总就说 她老婆在粮油公司上班 就正好做个顺水人情 那你还记得 这个食用油是什么牌子吗 精力牌的 所以我想这条线索 应该能帮助你们找到 失踪的薛总 这件事情啊 也算是有不了了结了 停定 停定 少爷们 你谁啊 马丁 我知道了 什么什么什么丁来着 那天给我打电话的就是你 是我 你们两个聊什么呢 小姐 事情解决了 去我那儿 姐 我突然一下肚子好饿呀 想吃你做的回锅肉 你刚刚在警官那儿可就冤枉我了 今晚必须给我做回锅肉 马丁 那不然我们下次 下次下次 今天 真的谢谢你 没事 为了弟弟嘛 我回来啦 哇 好香啊 爸妈 门来的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喂啊 是你啊 妈妈妈 是我打电话给姑叔叔叫她来的 对 赶紧吃饭吧 不然菜都凉了 走去 妈妈你别生气 妈妈不用吃鸡啦 妈妈洗手 好 嗯 姑叔叔 我不坐这里 你坐这里 谢谢 我说叔叔你快给妈妈夹菜了呀 妈妈最爱吃糖醋排骨了 妈妈 吃肉 肉 肉 我拿了 我拿了 吃吧 妈妈好吃吗 太好吃了 按照你的口味做 小朋友就还吃鸡尿口的东西 咱们吃鸡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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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有点咳嗽 我回来给她测了一下体温 没发烧 所以应该是换季引起的 你往后稍微注意点就行 还有 林老师说她有时候那个 阴天的时候 那个腿会有点隐隐作痛 我整人给她开了几副 最好的膏药 等做好了 我再给她送过来 反正孩子你这两天 稍微注意一下就行 好吧 好 我会注意的 你想什么呢 我在想啊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连洗碗这样的小事情 都可以两个人一起配合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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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着一丝冰冷 偷着一丝冰冷 遇见的她呀 那么深刻 她擦干了泪痕 却转瞬又褪色 生命中看似清净的人 请别有脸熄目光心疼 爱上的眼神 偷着一种坚韧 泪泪泡 泪泡着斑驳 满满的微光 享受着太阳 赐予的温暖 她沿着遗憾 黄黄的落下 去拥抱脸上 诗人的笑话 她出现 她向前 她空缺 她去天 她看见 她蜕变 她不屑 她共眠 泪发着奔波 满满的微光 享受着太阳 赐予的温暖 她沿着遗憾 黄黄的落下 去拥抱脸上 诗人的笑话 她出现 她向前 她空缺 她去天 她看见 她蜕变 她不屑 她梦眠 她不屑 她的笑容 她不屑 她用开 她